两岸形势紧张 为了端正国军部队纪律 金石战力 国防部提出了军风纪律改革专案实施计划 未来年度考基 包含丙上以下的人员将立即遭到太除 审核期缩短到7天 如果违反重大军风机案件 除了当事人要计两大过太除 其任职单位主观 各级干部也将会面临究责 恐怕冲击到后续升迁 因此引发了机场的反弹 虽然目前是行到12月 但市立委担忧 连做究责变成无限上纲 可能有吃案疑虑 为了端正纪律 国军下猛药 国防部近期提出纪律改革专案实施计划 被称作史上最严格 其中直接载民考基丙上以下直接太除 最快作业时间7天内就得直接打包走人 任何加强军纪的措施 我认为国人都应该与支持 连做这个要看他 是不是附带有督导的责任 严谨军纪朝野一致肯定 但计划中包括国军遇到重大风际事件 酒驾吸毒性骚扰等 一律计两大过启动太除程序 相关主官事官督导帐 晋升派职也会受影响 等于是重启连做法 引发基层强烈反弹 虽然目前先实行到12月 但连执政党立委都不太支持 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对于上级的陈处 变成国防部那个黑部的部 去把它把一些镜头消灭掉 到民意机关里面来了 每一个案件我讲真的都会被无限上纲 会很严重的打打击到国军官兵的士气 除了人员素质 国军也提升硬体设备 因后备军人较昭年训量 由12万人提升至26万 后备指挥部及陆军将再增加 八个训练基地作为训练场 在台海局势紧张的这个时候 就跟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答案 社会的各个阶层 其实有时候有应该做一点演习 两岸情势紧张 军方大刀阔斧改革 但若因连做法而无法专精训练 反而造成反效果就得再三思 街站穿五向三台报道